等你在雨中,在造红的雨中,缠声沉落,哇声声起,一池的红莲如红雁在雨中,你来不来都一样,净感觉,每朵莲都像你,尤其隔住黄昏,隔着这样的细雨,永恒沙纳沙纳永恒,等你在时间之外,在时间之内等你, 在沙纳在永恒,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,此刻,如果你的清芬在我的鼻孔,我会说小情人,若这只手应该彩莲在武宫,这只手应该摇一顶跪降在木兰洲中,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,而坠子一般的悬柱, 瑞士表说,都七点了,忽然你走来,不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,像一首小令,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,你走来,从江白石的词里,有孕的你走来,赏西,等你在雨中,可称余光中爱情诗歌的代表作, 诗作明替等你,但全诗之字未提等你的焦急和无奈,而是别出心裁的撞写等你的幻觉和美感, 在余光中的诗作中,莲的异想曾多次出现,诗人崇尚年的美丽与圣洁,因此,莲既是具象的实物,又是美与理想的综合,写到此处诗人比风陡转, 美人在诗中指向七点时,偏偏而来,按常规,诗人应把幻觉在我与情人的拥抱和热门中化为现实, 然而诗人匠心不韵,出其不意,写我望着山山而来的美人,仿佛看到了一朵红莲, 将白诗词中满约的韵律向叮咚做,想得清泉缓缓流进我的心中,诗歌至此戛然而止,但余须未了, 让读者久久沉浸期间,找不到走出诗境的途径, 余光中的诗作《晴通古今》一贯中西,远远流长的中国诗歌传统, 时时滋润着他年轻的诗心,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, 余光中的诗歌有着更博杂的兼容性,诗歌运用独白和通感等现代手法, 把现代人的感情与古典美柔合到一起,把现代诗和古代词融为易卢, 使得诗歌达到了一种清纯精致的境界。 余光中先生对于诗歌创作的追求,从自由体到现代诗, 从敲打月到明歌,无不显示他那丰富多样的才情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按赞分享。